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首先第一套想和你们分享的呢 就是我现在身上穿的这一套 是属于雾霾蓝配白色的一套嘛 雾霾蓝也是我从去年一直喜欢到今年的一个颜色 我就发现它非常的适合我 并且它给人的一个感觉是非常的静谧的 但是呢又很有特点 不会觉得说太过的单调 那么这一套我所利用的一个健身服呢 其实就是我现在身上穿的这个白色的一个运动内衣 和下面这里的这一条也是一个雾霾蓝的健身裤 那么这件运动内衣呢 是我在Lululemon他们家 试下来我自己最喜欢的一款运动内衣呢 主要的原因呢 就是因为它整个包覆性很强 而且支撑度也很足够 无论是我跑步还是平时的练鱼家 或者做一些重量的训练 都是可以hold住的 尤其是针对一些胸部较大的妹子 她也完全可以hold住 不会觉得说会有那种压胸的一个问题 那么除此之外呢 这件运动内衣我很喜欢的一个地方 就是它后背有一个交叉的一个设计 那么我在单穿运动内衣 或者说穿路背的一些健身服的时候 都可以把它后背的这个设计给展露出来 而且能够在健身的时候增加一点点设计感 并且我平时在买这种运动内衣的时候 我是比较喜欢去选择白色的运动内衣的 因为只有白色才是属于最百搭的一个颜色 那么我在下半身选择裤子的时候 无论是选择黑色白色这种基础色 还是比较彩色的裤子 都可以完美的跟白色的运动内衣所搭配 那么我在下半身搭配的这个健身裤呢 是Lululemon他们新出的一个系列 是叫LAB系列 这条健身裤的名字呢是叫Casta 我当时在他们网站上看的时候 第一眼就看上了这条裤子 首先第一个吸引我的地方呢 就是它的这个颜色 是我最喜欢的一个雾霾蓝嘛 但是大家可以看到 它的这个雾霾蓝和我身上的这件西装的 那种比较浅的比较淡雅的雾霾蓝 对比起来来说呢 它的颜色要更深一点 我觉得它会更加的适合去当做健身裤来穿 因为如果颜色一旦比较浅的话 还是会有一点点显胖的问题的 并且这个雾霾蓝的颜色也非常的高级 这条裤子的剪裁就非常贴合我自己的整个腿部和臀部 这条裤子在裤腿的那里有一个拉链的设计 这样就很方便的穿脱 也很适合去做一些低强度的训练 那么这一套我在搭配的时候呢 就直接在外面套了一件这种同样雾霾蓝的一个西装 那么这一套呢就非常适合我们在去健身房的路上的时候穿 因为它只需要套一个西装 你就可以走了 然后到了健身房把西装脱下来 你就可以直接开始锻炼 好了那么第二套想和你们分享的呢 也就是我现在身上的这一套 里面穿的这件运动内衣灯 也就是上一件Energy Bra 然后下面的这条裤子呢 就换成了一个黑色的健身裤 是Lulemon他们家的一个系列叫Fast & Free 那么这一条裤子呢 其实是我已经拥有了四年的一条健身裤 它算是我现在目前手头上所拥有的健身裤里面 跟着我最久的一件 因为我真的非常非常喜欢它 而且我现在穿了四年 也完全不觉得它有变松 或者说弹性不好的状况 那么这一条健身裤 因为我已经穿了有四年多了嘛 所以我自己是觉得我还挺有资格 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的一个使用感受的 那么这一条Fast & Free呢 他们的一个面料会和普通的那种瑜伽裤 稍微有一些不一样 也是Lulemon他们家的一个独家的 叫New Looks的一个面料 最重要的是这一条的面料呢 是我所穿过的健身服里面 它的整个透气性是非常好的 而且排汗效果也很好 就算是运动强度很大 然后出了很多汗的时候 它也完全不会有那种粘腻的感觉 或者说汗就一直在那个身上 就在那个衣服里 然后变重变重 然后粘在你身上非常不舒服的那种感觉 是完全不会有的 很适合平时会跑步的女生 反正这一条我自己已经穿了四年了嘛 到现在都非常的喜欢 那么因为Lulemon他们家的裤子 其实都是有分长度的 我这一条是25英寸的 我自己1米72的一个身高呢 穿起来是大概9分的样子 所以这里可以给大家一个参考 那么它还有一个更长的一个长度 是28英寸的 是针对一些个子比较高的女生 除此之外呢 现在Fast & Free还贴心的 推出了一个亚洲的版型 是叫Asia Fitch 非常适合1米65以下的妹子穿 而且穿上之后呢 整个版型会更加贴合我们的身体 不买的时候可以直接看产品名 后面有没有一个叫Asia的后缀 那么这一套我在搭配的时候呢 想的一个思路就是 会比较适合现在的一个夏天 丝质的衬衫 它既可以当做一个遮挡阳光的作用 就不会说那个阳光只是晒到你的皮肤 那么其次呢 因为是这种丝质的衬衫 在夏天穿的时候 也完全不会觉得热 而且也比较适合我这种圆身体嘛 我穿上的时候整个人也会比较显瘦一点 那么第三套就是我现在身上的这种全黑的一套 我自己是觉得它非常适合说你直接就穿着它 可以去健身了 那么在下面呢 我搭配的其实还是一条黑色的健身裤嘛 但是它和上一条的Fast & Free不太一样 因为它是Lululemon他们家的另外一个系列 叫Align 这个系列和Fast & Free最大的一个不一样的地方 其实是在它的这个面料 像刚刚的上一条Fast & Free的面料呢 摸起来是比较滑爽的 那么这一条的面料呢 摸起来是属于那种软糯柔软的 也是Lululemon他们家的另外一个 无家的面料是叫New Look 上一个是叫New Look 那么这个New Look面料呢 我自己穿起来我是觉得 它会比较像那种裸杆裤一点 穿上之后有一种被温柔包裹的感觉 所以我平时呢 是比较喜欢穿它来练瑜伽 或者说做一些电商运动 穿上会觉得说很镇定 就例如说我在练瑜伽 有时候比较想要舒压的话 在穿这种裸杆裤的时候 我整个人会更容易放松一点 会比较没有那种很紧绷的一个感觉 并且这个Align在腰部的这个设计这边 是属于那种超高腰的设计 其实在视频里面 大家就可以看到对比嘛 刚刚的那一条Fast & Free 刚刚好遮住我肚脐上面 但是这一条呢 都已经快要到我胸腔的这个位置了 所以它是真的非常高的 也比较适合那种 不太喜欢露出太多的 这个小肤皮肤的人 就小小的露一点点 然后有一点点微微的性感 并且也可以抬高腰线 就显得腿更长 那么这条Line呢 我当时在选长度的时候 我就选的是28英寸 因为想要给大家看一个对比嘛 因为我上一条Fast & Free 我买的是25英寸的 那么我1米72呢 在穿这个28英寸的这条Line的时候 它刚刚好是属于全长的一个长度 那么比较娇小的妹子呢 就可以选择那种Fast的版型 是21英寸的一个长度 大概穿起来是有那种8分裤的感觉 如果是想要穿出那种9分裤的一个感觉的话 还是比较推荐大家去选那个Asia Fit 反正我在美国这边是没有这个选项的 我就想到我下次回国的时候 就可以多买几条 这种Asia Fit的一个长度 那么像我刚刚讲的这些长度呢 是全部在Lululemon的微信商城里面 对我买的 好了那么这些就是我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 我自己在Lululemon挑出来的我最喜欢的四款健身服 和我想和大家分享的 我平时日常生活中会穿的一些休闲运动风的日常穿搭 希望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些小小的灵感 因为本来像这种运动风的衣服改造的 绿度不是特别的强 加一件两件的单品 能够把时尚度提起来 然后增加一点点可以日常穿着的一个感觉就好了 那么在7月6号到7月19号之间呢 Lululemon他们家的一个微信商城 会有一个两周年的活动 很多热门的单品都会有五折 并且还有一个满1499就减100的满减活动 并且这次新品也会参与满减 平时Lululemon他们家的新品是基本上不会参与活动的 所以我觉得还挺推荐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次活动 那么这一次呢 因为是和Lululemon的一个合作的视频嘛 反正我这次非常非常开心 给我接到Lululemon的一个合作 所以也帮大家要到了一个福利 那么你们只要是点击视频下方的一个链接到 Lululemon他们的一个微信商城去注册了之后 就到我的视频下方那里留个言 再私信给我一下你注册的一个照片 那么我之后会抽五个人来送出一个满300减300的一个优惠券 那么所有的信息我都会非常细节的写在下方的信息栏 或者评论里面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 大家也可以给我留言 告诉我你最近想要看什么样的视频和什么样的内容 或者说你自己的一个困扰是什么 好了那就这样 我们下视频再见 拜拜